今天頭專領的臺灣 臺東的飛博卡 有超過一百萬張還沒發出去 現在是政府就決定要開放 還沒領的市民可以來申請 不過這個卡的公寧 卡一般的優柔卡是一樣的 發表會上公開飛博卡的動員 起因很多人的目光 200年臺東飛博期間 總共製作了三百萬張飛博記名的悠遊卡 卡片部的名字還會印象申請人的名字 將大陸市長喝嘉隆當時還說 飛博卡在飛博結束後會專做市民卡 但是後來因為到手上合佑問題 還剩一百四十四萬人有空白的卡片 沒發出 兩年前市府改革合佑的問題 現在要讓當年沒領到飛博卡的市民 申請來領 我們是用現卡的發 就是直接發放這樣子 那所以也不會再印上這個姓名 然後那它所有的功能就是跟 現在一般悠遊卡的功能是一樣的 不過現在要發的飛博卡跟當時的設定 沒什麼一樣 在那裡不是記名字 專做市民卡的價位 也因為市長有的人沒再幾個 高通局表示 現在飛博卡就只有一般悠遊卡 一樣的功能 但是民眾認為如果是這樣 申請就沒什麼意義 如果用途都差不多的話 其實乾脆不要發比較 就是沒什麼 我就覺得沒什麼意義 我會傾向於就是用實名字的 然後去搭乘那個捷運 公車還有轉U-bike 這樣的方式 也有人覺得應該要用 手機的名字 而且擴大功能 這可以提高賓獎新簽的意願 不過高通局改稅 近前二十九位窟工所 配合的桌腳機 因為設備已經久了 加上已經沒有相關的材料 可以印桌名 所以都已經先回收 他們出價名字已經沒辦法做 接下來以四月十何開始 一千七百三九位 看你那裡出的狀況 還在決定後續是不是繼續開放申請 記者台中 総合報道 記者 総合報道